最近就有网友发帖说了嘛 四川八中一名男子在一家九企应聘当销售 二十多天之后被劝退出工作群了 而过了几天这男子就向公司索要薪酬 他竟然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赚到分毫 反而道歉公司三千两百八十元 哎呦呗 这公司财快是这样是咋算的这是 这当事人赵某说了 自己是三月二十几号到了八中城去一家九企业去当销售了 一起销售久的大概是有十几个人吧 公司就规定说有七天的观察期 保底工资是三千块钱 大家一起跑销售 有的时候赵某也会负责开车充当后勤 这没想到四月中旬赵某就被公司的负责人 劝退出了销售群 说是业绩不达标 当时正巧家里有事 赵某想既然公司都让我退群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上班了 所幸就再没去过公司 直到最近赵某通过微信和公司负责财务的李某联系 拿到公司数据表 原本他以为说能有笔收入吧 心情看完了之后就特别低落 因为那个数据显示自己上了二十多天的班 反而还道歉公司三千两百八十元 当时就觉得自己怕不是被骗了吧 确实啊 这毕竟应聘的时候 公司不是说过有保底工资三千元吗 那咱们来看看 赵某这家公司的考核数据表格到底是怎样的 说说 二十八天之内 这个群动态扣款九百八十元 工作汇报扣款三百元 微信添加人数扣罚两千元 共计扣款三千两百八十元 这个公司表全都是小减号 你就发现没有一个镜像 那怎么赚钱呢 表上也没说 但是怎么扣钱说的特别细 哎呀 每月五十条朋友圈 少一条扣五十 不能屏蔽朋友圈 每天加十个好友 少加一个扣十元 工作日期不得低于二十六天 群内动态每天不得少于十条 少一条扣十元 每天总结不得少于五十个字 少一条扣十元 严禁发布出本公司以外的销售信息 发一条扣一百元 奇葩呀 虽然说从公司对赵某的管理数据表格来看 赵某确实是欠了三千两百八十块钱 但是对于被公司劝退一事 赵某也觉得自己很冤 你说那我在工作当中 唯一有销售业绩 我前后一共是销售了六百多元的酒 我这班上的不至于就欠钱了吧 对此公司一位负责人 王某就表示了 说赵某没有通过七天的观察期 也没有签订合同 公司对赵某实行的是代理制度 确有保底收入三千元 前提必须是服从公司的管理 而对于赵某销售出去的六百多元红酒 负责人表示说销售出去的酒有红线价格 就是一个基本价 说超过这个红线价格 那是属于销售人员的收入 并且当天拿到手 这典型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但是别忘了 这事可不真就是公司自己收的算的 这律师表示了 说不管你签没签合同 这赵某每天按时上下班 向公司交每日总结等等 和公司已经是实质性的劳动关系了 即使扣罚数额不能超过最低工资 更不可能让工资它变成负数 所以就是你看这公司的经营手法 它简直就是违法 监管部门应该对其惩处 乃至取缔 所以小伙子 这事咱甭客气 一定要向当地的劳动部门投诉 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别惯着它 而且这事已经上了热搜了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法律不容猫腻 相信公道很快就会来了